詞曲 李宗盛 多麼想窺探你心底的謎 多麼想捕捉你養長的女 收下我眼想看潮浪潮水 這次在一起哪怕會分離也要珍惜 你說清楚 那天推小姐下去的到底是誰 是樓上市 我親眼看見的 她把小姐推下去 為什麼 她為什麼殺阿民 前幾天樓上市和小姐發生衝突 小姐一時著急 就把樓上市弟弟害死蘇娟的事說了出來 樓上市寫信 求小姐去梁亭上見面 結果 沒想到 那那封信現在在哪兒 那封信 被小姐給丟在路上了 追殺芳華的兇手嗎 抓到了兩個火口 都是外面請來的殺手 見事不妙 浮渡自盡 帶她下去 小心看管 是 走吧 樓青牆這個賤人 竟然 竟然喪心病狂 殺我愛女 我不殺她 為阿民報仇 我施不為人 沈國公 咱們現在手上沒有物證 光憑芳華一個人的口供 相信大理寺 是絕對不會判定樓青牆有罪的 為什麼 爹 爹冷靜點 芳華畢竟是阿民的事 如果別人因為他們的關係 不相信政策 我們一樣動不了她 那怎麼辦 難道 我的阿民就白死了嗎 我們 整個神國公府 還鬥不過一個小小的無品女官 她的後臺是太后 雖說太后現在西佛湯閉關不出 樓家的勢力也大不如前 但樓青牆畢竟是太后最貼心的女官 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 她肯定會護著樓青牆的 長廣王殿下 長廣王殿下 不管怎麼說 阿民 阿民也是你未過門的妻子 你身為一國储君 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冤死嗎 放心 神國公 我跟家民雖沒有夫妻之事 但是跟您卻有公許之意 跟家爺更是有兄弟之情 只要我高展在世一日 我就可以跟您保證 我一定會為家民報這個招 老臣謝過長廣王殿下 身家一門 願為長廣王殿下干擾徒弟 快快清洗 快快清洗 阿珍 阿珍 我怎麼就被放出來了 放心 你現在已經沒事了 最終我們說服了沈國公 於是呢 他就跟皇上說 沈家秉從小患有驚風症 當時因為病情發作 一不小心才失足摔了下去 皇上一看到奏折 馬上就把你放出來了 這次我為了脫罪 答應了樓上事 說你和我 從此不會再追究此事了 你那也是事出從全 但是我相信 就算我名利不動手 家爺他也一定會動手的 他已經把消息放出去了 我想樓市那邊 一定以為我 是為了你 才故意向沈國公府 隱瞞了真相 等過一段時間 他們放鬆警惕了 雖然會有把柄 落在我們手裡 沈思珍 還真是紅顏薄命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除非名利下葬 這是我父親最後的希望 我不會介意的 其實我應該感到慶幸 沈思珍到最後都不知道那件事 沈大哥 對不起 不是你的錯 阿民走的那天下午 他還跟我說要給我帶領 他那天笑得很開心 我沒想到 這一走竟是永遠 沈大哥 你別太傷心了 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 我要送加密回屏州 你自己多保重 不可能 我遇見 你不想像我 你不想像我 他平時 他會想像我 你讓我 你不會ở不去 你不想像我 直接把我 陸姑娘 鹿姑娘 这批玩意儿 可都是兄弟们 拼了老命烧出来的精品 你看这右色 都是一顶一的绝 确实不错 李大胆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来来来 众爱卿 你们快过来看看 不错啊 天下竟有这么好的 白瓷还是雕花的 这又是陈国来的好货吧 错 你们再猜 这 这还是告诉你们吧 这是我们大旗官瑶 自己烧出来的 好 我们大旗 也能做出如此好词 没错 内饰局点视 陆珍管辖的官瑶 粤产瓷器几千件 这算不 按照这样下去 不出两年 我们大旗的瓷器 就能自给自足 这下可能 为我们朝廷 省下几万两金子 不光如此 省下这批瓷器的开销 不但可以为民减负 而且可以多些音量 添置兵马 好和卫国对抗 是啊 没错 这个女官有如此之才 理应加赏 那是自然 杜思仪和朱少监 已经上了折子 请朕仪 以财选官之道 加封他的官位 老臣也愿作举荐之人 同他臣也愿作举荐之人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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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有点事路贞 开设官瑶 立有大功 特升为六品司衣 执掌司衣司 钦此 谢皇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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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陆大人高升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陆大人不愿送 真是厚生可畏 想当年我从八品升到六品 花了整整七年的光景 你现在竟然只用一年 就有如此的成就 那也是皇上的恩典 你现在还忙着辞遥的事情吧 那司理管得过来吗 我也正愁这件事呢 看吧 玲珑看起来倒是个能成事的人 我准备推荐她参加今年的女官考试 她 我看不妥 别忘了 她做宫女的期限已到 马上就要出宫了 如果这次考不上 那就等不到明年的第二次考试了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你既然喜欢她 就先让她帮你管着事 等过一阵子 年底找个好机会 求皇上随便评个什么由头 把她升了便是 多谢大人提醒 现在我们是平级 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以后啊 就叫我姐姐好了 嗯 姐姐 姐姐 又升官了 恭喜恭喜 给我个红包吧 想要红包啊 好啊 如果你能通过女官考试 我就给你包一个大的 听到没有 每位女官每年只能推荐一位宫女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 你还不好好努力 我不要 我才没有当官的本事呢 我看呐 我还是安安心心的待在清清店 有事没事吃点好吃的 欺负原路 当个土霸王就好了 你啊 真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我就是不想当官嘛 嗯 红包 红包红包红包 就知道红包 你啊 我可以买一口酥吗 大人 阿碧这次那么帮你 恐怕以后 是不能再待在撕一撕了 嗯 陆贞这个贱人 果然是有手段 阿碧啊 我是可以把你调到别的死 不过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知道 我只怕 是做不了主 给你安排更好的地方 阿碧哪都不想去 只想跟着大人 可是你想好了 跟着我 没那么简单呢 别的不说 这次芳华没事 我也算彻彻底底的 得罪了沈国公府那边 阿碧不是短视之人 大人如今折服 只是余游浅水 假以时日 必将重掌天下 好 那你以后索性还是顶着这个掌声的名头 转过来 当我的侍从女官吧 谢大人 恭喜大人 歡迎 还 steering 恭喜大人 恭喜大人 他们都有的是 手下 走下去吧 事 Let us 大人 神掌上的事 内侍局的吊链 我已经看过了 她走了也好 这段时间 我不能经常在宫里 玲珑 四一四的事 就拜托给你了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那又怎么样 你原来在四宝寺 不也干得挺好的吗 好好干 争取做出点想动来 大人 为什么你宁愿推荐 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丹娘 也不愿推荐我 去参加女官紧急考试呢 哪来的女子 竟敢敲打鸣鸣鼓 我是内侍局六品四一陆珍 今日击鼓 主要是想请大理寺 暗律重审我爹的冤案 丹大人 陆赵氏带到 下去吧 是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是人还是鬼 大人 冤枉啊 大娘 你都还不知道我要告什么 怎么就喊起冤来了 你这个贱人 害死了你青天 在外面杀了人 闯了那么多的祸 我们陆家摊上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妹 闭嘴 陆思一是宫中女官 岂能容你一介伤父任意辱骂 张嘴 是 女官 你什么时候成了女官了 陆思一 你 状告陆赵氏 毒杀亲夫 此事刑部当年已经结案 今日申请重审 可有什么证据 大人 我这儿有人证 也有物证 当年陆赵氏 正是用这乌头之替换了茶水 谋害了下官之父 大人 这是诬告 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 凶手是我们家的丫鬟小环 大人 那还有一份临安街胡迹药房掌柜的证词 可以证明 陆赵氏之地赵泉 曾经就在那儿买过乌头 堂下还有一名证人 可以证明 陆赵氏 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传证人上堂 民父见过青天大老爷 求大人为我家小环申冤啊 有何冤屈 青天大老爷 当年就是这个陆赵氏 他逼我家小环给陆老爷下毒 还逼小环替他顶罪 可怜我女儿拿到毒药以后 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他拼死把真相写到了自己天生的衣服里 要不是给他装恋 我们还不知道他死得这么远了 你血口喷人 大人 这个婆娘分明是 想扎取我们家的钱财 小环死了以后 我已经赏了他很多装恋的钱 赏了多少 二十两金子 一两黄金可以买十个丫头 如果你没做亏心事 为什么要给小环那么多金子 这个女人为了谋夺家 还曾经诬陷于我 陆赵深陷其冤 历经波难才入宫为关 今日终于得知真相 还请大人秉公办案 陆赵氏 你还有何话要说 大人 既然如此 本官当堂宣判 陆赵氏 谋害亲夫 罪无可赦 按大旗律 应即刻打入大牢 求后问斩 来人哪 把犯人带下去 是 大人 冤枉 不要人杀我 冤枉 你这个贱人 就算杀了我 你也是个野种 野种 陆紫一 你年纪轻轻 就能入宫为官 被赴深渊 本官实在佩服 今日真相大白 你应得的家产 会发还给你 令尊的在天之灵 想必也可以安息了 谢大人恩典 出来了 陆大人出来了 姐姐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你家可真大 比巡抚大人家还要大 还要气派 还好你不是 陆湘大人的女儿 她才无品官 肯定没你家有钱 那当然了 我们陆家三代皇生 普通的做官人家 还真比不上我们家副作 那你家有没有开点心铺啊 有时有一间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我本来还学 敬相勤妾的意思 被你这么一说 全都没了 大小姐 你可回来了 奶娘 你可回来了 爹 女儿今日夙愿已经达成 终于为您报了仇了 愿您在九泉之下 从此安息 姐姐 陆珠 对不起 我把你娘 姐姐 我不怪你 是我娘自己做了恶 没事了 没事了 李承她 对你还好吗 自从你上次派人来过之后 就好多了 姐姐 你怪不怪我 我明明知道你是冤枉的 还抢了你的夫婿 占了你的家财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是我的妹妹啊 要不是那天你把我放走 我可能早就死了 姐姐 你当了女官 还会认我这个妹妹吗 安珠 你记住 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现在全天下 只有我们两个 是至亲骨肉了 怎么这有赵氏一个人的官籍呢 其他人的都到哪儿去了 老爷去了之后 他那份呢就被官府收回去了 二小姐嫁出去之后呢 那边儿子有新的官籍 可大小姐你的 她不会是因为记恨我 顺手给扔了吧 那也难不倒我 我去找组长 再重新出一份证明文书 到李正那里再重新办一下 奶娘 快去把组长请过来 是 不敢不敢 大人请起 大人现在是青出于蓝啊 大人现在已经是六品司衣了 是我陆家 祖圣有德 祖圣有福啊 多谢组长老爷夸奖 陆贞这一次专程前来 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一份证明文书 我好到李正那里 把丢了的官籍重新办一下 我马上先 你去把族谱拿来 是 我记得陆甲这一支 是在叶城的云子房 大人呢 不是我不帮你 你看 怎么可能呢 我爹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 我明明就是他的女儿啊 难道 是赵夫人改了族谱 不对 族谱放在宗词里 他根本不可能 奶娘 为什么我大娘一口咬定 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难道 他说的什么亲生婆 都是真的 小姐 不是我有心瞒你 你娘嫁过来的时候 的确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当时老夫人还在 老爷执意要娶二夫人 所以老夫人拗不过 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可我爹 我爹他明明那么疼我 老爷把二夫人当神一样供着 怎么会不疼你呢 他为了你们母女俩 跟老老爷闹翻了 可是老夫人 拿出当家的威风 一定不让当时的族长 把你们母女俩的名字 写上族谱 后来又做主 去进了赵夫人 难道说 我可能真的没有关键 不是的 小姐 老爷一直把你当 亲生女儿一样看 再加上这陆府上下 都知道你是大小姐 我说 孝姐 你就别 野种 我可能真的是野种 是这样 好 我知道了 阿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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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我都知道 这没有关系 你是谁家的女儿 我根本不在乎 不是这样的 之前杨姑姑跟我说过 皇子郡王成亲的纳采仪式上 除了要用官籍 来验证梁家子的身份 还要向天下公布祖籍三代 这 我向大理寺 请求重审的状子上 已经写明了 我是假托陆湘之女的身份 入宫的 虽然皇上赦免了这个罪过 可是我连这个官籍 都没有的私生女 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正妃啊 你别怕 改名啊 我就叫你们陆家的组长 再补一份去 我就不相信 他能说一个不字 你是储君啊 这种事情就算做得再好 也不能天衣无缝 难道 你要让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 说你的正妃是个 来历不明的野种 更何况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又怎么能嫁给你 阿珍 有我在这里 你什么都不用怕 不用担心 我想起来了 我曾经在户部认识了一名 陆尚书 他为人端方 家事也还算过得去 改名啊 我就跟他打成招呼 然后呢 你就到他府上 任他做父亲 你就说 是他在老家养的嫡女 这样啊 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阿珍 这件事 能不能缓缓再办 为什么 任尚书大人做父亲固然好 但是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知道 可现在除了你娘留下的那支九栏钗 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线索 想查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之前杨姑姑和杜师傅都跟我说过 那个九栏钗 一看就是宫里的老东西 一般人肯定是带不起的 说不定我再找找 就能查到我娘的下落了 我看没这么简单 我在宫里住了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谁带过九栏钗 阿珍 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才实现了 为父报仇这个心愿 也该想想咱们的事情了 那总不等你一辈子找不到生父 咱们就一辈子不成亲吧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我根本就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当父亲 但是你现在不认她做这个父亲的话 你就没资格当楚飞啊 你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 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是 你是没在意过 因为在你眼里 我是谁 根本就不重要 你可以帮我弄一份假官机 你可以帮我随便找一个父亲 可是 我只想知道我是谁 你又犯罪了是吧 阿珍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阿湛 你之前对我说 皇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 毕竟去沈家明 你很不高兴 可是现在呢 你却也对我这么说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 但是那种不在意 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 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 你潜意识力 根本就不尊重我 你说让我只娶你一个 我能做到 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 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 这么计较好不好 这不是小事 请你不要用这种诗人的语气 跟我说什么只娶一个 你是长广王殿下 要真想做什么 我也拦不住你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先回修文殿 什么时候你心情好了 过来找我 我先回到处终了 让我让你看看 我遇到你 我向你建议 我看护肺的 你为什么要跟他人家 要对你 我都在佛帅上 我都在佛帅上 你很好 我都在佛帅上 你不在佛帅上 我都在佛帅上 但娘 如果我对你说 从今以后 不许你吃一口酥 不许你吃蜜饯 更不许你吃糖仁 那可不行 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 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 这就是了吗 我和阿湛 虽然愿意同生共死 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 去安排生活 认不认父亲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件小事 可是对于我来说 却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 我连这些都放弃了 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上次我见到你 你也是在这里发呆 沈大哥 你从瓶庄回来了 家里还有些东西 落在四宝寺 我回来帮他收拾 路上 一切都还好吗 都还好 不过我看你 倒是一点都不好 又轻瘦了不少 你的事 我在路上听说了 我很佩服 能为父深渊是好事 可你为什么没精神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不关他的事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以前 我总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 什么都可以不管 可是现在 我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怎么还能妄想 做他的妻子呢 这件事 确实是你想多了 昌广王殿下说的没错 只要找一户大户人家 把你寄养在名下就行了 这种事前朝也不是没有过 如果你担心和别人不熟 就从我们沈国公府出嫁 沈大哥 谢谢你 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一下子都懵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从哪来 我娘为什么要带着我嫁给我衣 别吃 有毒 阿珍 有人想害死你 我知道是谁要害你 回西佛堂之后告诉楼上是 就说这果子我已经收了 而且什么也不知道 我有件好事 需要你帮忙 别着急 待一会儿 我延长好戏给你看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 停不下来就让自己闪了心 把手握紧 闭上一世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